跟我们的真相都已经大白 我以前接受你们专访我也提过 一直在强调这个概念 我们现在在查 并不是说在查说 到底蔡英国有没有博士学位 或有没有博士论文 我们现在在追踪 在进行努力的方向是说 怎么样让伦敦大学跟伦敦政经学院 能够真诚的来告诉我们这个真相 承认他们错误了 承认他们没有说真话 然后像我们清清楚的说 蔡英文她没有博士论文 也没有博士学位 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我们是要让英国的校团 她没有在一个继续包庇蔡英文 乍天博士学位的一个借口 所以我们需要透过一些途径 让他们提供更周延的 让他们没有办法再找借口 譬如说他们在今年 伦敦大学不是贴出一个声明吗 对不对 他的声明那干脆 所以他就是完全不负责说 蔡英文到底有没有提交最后 订稿博士论文这一点 他们remains unclear 然后再加上一句就说 不管这个情形是怎么样 他跟他学位颁发是没有关系 他就是这种耍赖的方式 这是就一个英国一所著名大学 这样子的 的说法是非常不负责任的 所以你们现在的方向就是要致力于 就是让 可能是要让伦敦大学那边 没有办法再 就是用这种耍赖的方式 所以才要提出来证据 这样子 对没错 那可以跟我们聊聊一下 这次发现的新资讯吗 因为这次好像是从调查案外案的 施微权之中发现的 是这样子的 施微权本身 他我们说真的 根本就不在意他说什么了 因为他 他说论文是真的 或论文是真的 他的说法事实上我们根本都不在意 因为他个人的看法 因为 我们整个的论文门的调查 我们是非常周年的 我们系统化的把所有的 蔡英文造假的证据 没有矫调论文的证据等等 甚至证书的真伪 我们都有科学的见解 所以我们不在意说 施微权那到底说了什么 或是说他就护航蔡英文 事实上我们早就知道 他在2019年 7月16日的时候 他就已经在护航蔡英文了 他说许文是真的 然后他的说法也被封传没转载 当时我们就已经知道 可是我们不以为意 因为说真的 他整个说法是 虽然非常的不专业 就是凭个人的自由心 就是很轻率的发言可以这么说的 但是呢为什么 现在我反而就是说回过头来去 去就是说查看那个 社会群的情形 那是因为 去年的时候台湾有 新成立一个媒体叫做林传媒 那林传媒当时在11月 去年11月份的时候成立 然后他发刊的日期是 2021年的12月1号 最近才发刊的 最近才发刊的 对对对对 就去年12月的时候发刊 那发刊的日期是12月1号 那12月1号那一天 你知道他发刊的 发刊文包括哪些呢 论文门之一 论文门之二 论文门之三 上中下三篇 全部在发刊文里头 然后呢他就是洋洋洒洒的 做他们自己的分析 然后说真的 他的分析的专业程度 然后严密度严谨性逻辑 根本都是不及格的 所以我根本不会对他们 林传媒所做的分析 做他跟他做实时的一个 一个讨论或者批判 因为不值得这么做 但是呢因为这件事情让我想到 是不是可以藉由去 查看那个施威拳 在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的一个 公主博士修悦情形 然后呢是不是可以查出说 他的他是不是外部委员 可以接触这件事 让我兴起我这个灵感 当时我就去做了 但是之所以会这样做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说 我稍微看了一下 自威拳他的公主博士学位的一个过程 我觉得也真的非常也不寻常 他那个2018 2019拿到学位 2018普世 可是呢他之前在台湾的 整个职业的生涯都一直在那个官场上 当入委员会主委啊 还有当新北市的什么 警发局的局长啊等等的 而且都是没有中断 从2019年一直都没有中断 一直到2017年都甚至都还在台湾当当官 那怎么会马上2018年就 就紧接着就一个博士 博士 所以这个过程呢 我虽然目前为止 我更不怀疑他的 在永远博士学位 但是这个过程呢 让我走过这个博士 博士经历的人呢 我是觉得蛮奇怪的 所以 觉得太快了是不是 对对对对 然后再加上林传媒这个 应该说我们ora的 甚至一致二致三个事件 那好吧我就去查看看 看看能不能查出 思维权的博士委员 结果一查呢 英国校方用伦敦大学博士 北科学院的一个 他们的Information Officer 他们也是非常好的 很负责的跟我讲 就是说 他们的博士 Да 博士博士~! 然后呢 一个就是台湾大学的 夏祖九教授 另外一个就是 博博克学院的 他们本身的教授 内部的委员 他那个叫做Adam Jerry Adam Jerry 还有一个叫夏祖九 这个时候他们 并不认为就是说 博士博士委员是一个 personal data 各个的隐私 他们不是 他们愿意公布 就表示说 这个是可接入的公共咨询 至于我 我也在提个英国自由资讯法下 我也提问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 思维权 他公布博士的一个修院期限 多长 他什么时候进入博博克学院的 关于这个问题 那个博博克学院的一个 他们的资讯 那个 office 他就说 这涉及到他个人的 各自隐私 所以他们不可以公布 所以很显然 经过我 经过我 跟那个博博克学院的交涉 他们就很清楚划分 就说有些资讯是属于personal data 那有些资讯呢是属于 可接入的公共资讯 可接入公共资讯就是我刚刚 你提的博博 就是他的 博士委员嘛 一个下注求一个 一个就是adam jerry 这两个 那这个东西 这个发展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在同样在 仁敦大学辖下的一个 博博克学院 可以提供 一个博士的 他的一个 口识委员 包括外部口识委员 那么为什么同样是伦敦大学辖下的伦敦证学院 他确定 不愿公布 引逆信息 然后找了借口就说这是 蔡英文个人的data 不能够 个人隐私不能够介入 就等于说一个大学 里面好像有两个不同的 一边说可以公布这个是可揭露的资讯 一边说这是个人资讯 没错 而且我们去询问都是透过同一个法律 就是英国的资讯 自由法 那博博克学院的 资讯自由法跟那个 伦敦政典学院的 资讯自由法 难道不一样 不一样吗 所以就说因为这个 最新这个法案对我们来讲 我们是觉得非常重要 就是说 可以 继续这个事件 然后施压英国伦敦大学 跟伦敦政典学院 就说你们应该要 通过蔡英文的国事委员 如果真的有 那如果没有的话 没有国事国事委员 没有国事国事这个政典 你也应该要成亲嘛 不是吗 那如果说 那大学 就是说 继续耍赖的话 那只好就是 提报到英国的 资讯特论官办公室 就是ICU 我们要让ICU看看 那个博博克学院怎么样 处理这件事情 旺旺水神抗菌疫 它的成分呢是 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 它呢跟病毒作用还原之后呢 它是还原成水的 所以对人体包含孕妇 对儿童都没有影响 重要的是 它一天用上好几千次 好几保气 都没有问题 很好奇在哪里买吧 直接上快点购